蓝营内部人士指出 事实上罗廷伟上周五院会的时候 是跟党团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投票支持将总预算退回委员会 但为什么在昨天的程序委员会 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关键就是在这个周末的地方 罢免团体发动网军 猛攻国民党党团退回总预算 一波波针对性的攻势 让罗廷伟倍感压力 那么大家都说因为罗廷伟第六选区 被视为台中市最绿的选区 再加上罗廷伟和地方蓝军过去 可能因为选举恩怨而显得较疏离 所以当地一直被绿营视为罢免热区 当然我们知道罗廷伟的焦虑忧虑 还有压力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是亮哥大家都知道 你也选举过谁没有压力 你要真的忧虑罢免 你也去跟一些比较资深的人 讨论一下民进党可能会怎么 干嘛台中最可能被罢免的是颜宽恒 对啊 我跟你讲民进党锁定的就三种人 第一个就是你出事了 因为他一审有罪嘛 对 那民进党也不会说台中 来搞两个罢免 不会啊 他会遍地开花啦 对 第二种就是你的得票 真的非常接近的 罗廷伟是赢了一万五千票 他得票率52%耶 是啊 超高耶 那一区我讲白了啦 因为那一区是确实是五五波的啦 如果黄国书不是因为不选 那真的要打倒黄国书也不容易 所以白的民众党有靠过去吗 我就说你就讲到重点了嘛 重点就是卢妈跟蔡壁卢 会不会帮你站台嘛 所以那一区的江和书都跳出来讲话 民众党的党部组委说 我们当年是一起投给你四个小鸡啊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第二个 国民党里面得票很接近 比你危险的人一堆啊 一堆啊 对 都排在你前面 本来就是啊 你去看桃园杨梅 你去看叶元芝 那才赢多少票 才赢一两千票而已啊 他是赢最少的 对 对不对 人家还不是正常在过党的生活 对 还有第三种就是 你的仇恨值特高的 就是绿营大概想 罢免你也罢免不成啊 可是就要你难受的 那这种人最可能当然是许角星嘛 我是指说 你也稍微去跟人家讨论一下 因为你忧虑这个嘛 这政治人物真的不能患得患失啊 我跟你讲啊 政治很无情啊 政治是 这个全社会最风险最高的行业 你随时都可能落选 人家如果看到你怕这个 以后就 每次碰到这种事情 就来吐离这个伤口 是啊 那反而是看到 蔡正元这么凶悍 以后就不理他了 没有不理他 照常理我 照常理那个是用三分力道啦 也懒得跟你吵了啦 这个就是 李若 如果将一票 你看那个绿营前后 他投弃权票 那绿营立刻说良心 良心发现 那他今天又收回去了 对 吴思瑶出来讲 这个就是不成熟的政治工作者 我跟你讲啊 人家都有话说啦 对 所以你一旦被人家发现 你很怕被罢免 他就天天来捅你 只要有危险的时候 就来捅你 你知道吧 所以真的不能 这个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都出现了 一个就是 你在政治道路上 要更有胆识 更成熟一点啦 那如果有一些心结 你自己打不开 你要去跟人家讨论 比如说这件事 我就觉得他应该打电话 给盧秀燕 因为盧秀燕就是帮你的人 对 你可以把你的顾虑 跟盧妈反映一下啊 或者在立法院 你应该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吧 那可以谈一谈吧 那这个是第一个啦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政治 政治生活要去调节 因为你不是蔡振元嘛 蔡振元每天都睡得心安理得 每天都睡得很好啊 大头叫 从来不失灭 一来胖 就是这样就是 有一些人就是 黄继平也都每天都睡得心安理得 就有些政治人物就是 我就是可以take嘛 你如果有这个问题 你真的要想办法克服 不然你走政治这条路 会很辛苦的 因为这跟议员不一样 立法院常常是对决的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党对党的 对决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一个就是你从政 你自己那个 有一些认知问题 你自己要想清楚啦 那第二个是 其实你去用更大的角度看嘛 王鸿卫没有比你危险 王鸿卫那一区我选过 中山区很绿耶 很绿啊 对不对 如果不是帅哥不选了 王鸿卫搞不好也赢不了一万票 那会很激烈 民进来有帅哥吗 没有啦 就一定会播放不掉 吴英农啊 吴英农啦 一个帅哥 我差点忘记他的名字 連名都忘记 真的也太没承载感了 现在不是在当大官吗 我是举例啦 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看人家王鸿卫 还不是认真的在做自己 而且照样的喊打喊杀 是啊 每天脸书写三到五则 我跟你讲 政治人物一定要做自己 对 而且你要做得很坦荡 要有胆识啦 我跟你讲 那个丘吉尔的名言再送一次 从政的第一品质 就是勇气啦 你如果不敢做自己 很难过啦 你就随时都会被威胁啦 我们不要讲利诱啦 威胁 人家就发现你怕威胁 对不对 对啊 政治人物最怕就是 被威胁被利诱嘛 对不对 利诱是钱嘛 女色嘛 威胁就是让你落选嘛 家里的丑闻嘛 这个人都要过关的啦 那他现在第一届啦 所以 因为我也跟他同台过啦 我知道他很珍惜这个位置 因为他是基层出身的 他当过里长 对 然后当市议员 这样一路上来 那这一波 真的就是因为蓝白河 所以才让大家都当选 那这个真的是事实啦 蓝白河也只有台中 台中啊 就成功啊 那就是因为 卢秀苑 卢秀苑加蔡壁如嘛 对 所以就凝聚了大部分的力量 所以 我说你要知道你是怎么当选的 那你就要回到那个本源 比如说你可以问 蔡壁如的意见啊 问卢秀苑的意见 我认为他们两个一定会愿意 来帮你解惑啦 你不要整天自己担心 患得患失 那我跟你讲 你这个重振之路 你会走得很辛苦 嗯 真的是这样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掌钢防晒凝露